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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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大战 我是沙比 今天是8月17日 即是两天之前 就是世界大战结束的70周年的日子 70周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但是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 70周年当年的老兵 好像有些现在找到访问的 都是九十多岁 甚至乎一百岁已经有了 即是下一个十年 即是再转一个十年 80周年这帮老兵 我想都已经 真是已经所剩无己 所以这个70周年 我自己觉得 都颇为重要 现在都不同的电视台 甚至乎很多不同的报导 都找回老兵 即是说一下他当年的抗日的事迹 有些老兵其实都是 我台湾也报导 都是近几年才出来说话 即是包括台湾有些老兵 即是可能当年其时 其实他在台湾出生 这个是挺特别的 对于香港来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他在台湾出生 当时已经是日志 因为台湾未被日本统治 他再早一段时间就被日本统治 所以他出生时是日志 时间 那他是一个什么身份认同呢 我是日本人 我是台湾人 当然是从头到尾接受日本教育 有不同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班台湾人 其中有大部分 我在Facebook大战的标志 都贴了出来 有一段新闻说 有22万人的台湾人 当时都有参加日本 帮日本做事 包括大部分 有部分 不是大部分 这22万人里面 有部分都是当兵 这些都是这几年才出来 说回当时他们 当时帮日本人做事 这些都是不同的历史资料 其实这都挺特别的 70周年 其实日本自己 当然政局方面有不同的东西 但是他们自己内部 都有内部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历史学家 当然跟这个叫做 右翼在那里拉锯 做一些不同的报道 或者一些访问 访问自己本土的退役士兵 甚至是中国找回外卫安抚 其实这几年都做开 做这些东西出来 就叫做 为历史保留一些数据 因为 你知道 我觉得这些民间会做好一点 因为如果是日本 日本政府 当然有政治原因 不可以整天 不可以完全叫做 道歉 不像是 哪个呢 作家 说一句话 就说要道歉到 别人肯原谅你为止 或者完全 别人觉得 行了 救了 你不用道歉 那日本政府不会做这些东西 那中国政府又如何 中国政府当然做第二个东西 真的不断用 又是做一些政治手段 然后就 透过这些叫做 反的情绪 就叫做 固住了这些 就是中国人那种情绪 或者叫做爱国情绪 那其实民间自己 去找这些东西出来做 会更好一点 七十周年 日本其实都会有些 不同的电影出来 那你这些 就还没出的 我看来 这一排 可能有时候 电影出到来 那中国字呢 当然最好笑的就是 那个开罗宣言 找了毛泽东的样子出来 那开罗宣言 就不同 其他那些会议 就是三巨头的会议 开罗宣言就是 美国、罗斯福 然后邮吉尔 英国邮吉尔 和中国 蔣介石 有张照片坐在那里 那三个 那怎么会放在毛泽东的头上 所以政治的东西 会影响到历史的东西 那你这样散开 连大陆的人 就是大陆的人 包括是联環球时报 都是批评这件事 做这套电影 就是百一建军 即百一建军 他们的制片厂做出来 这些好笑的东西 就是这样散开历史 所以历史也需要留下 就是做这些东西 那刚才我讲到日本有些电影 其实六十周年的时候都有 即中战六十周年的时候 其实都有些电影 包括有个真人版的 再建型火虫 又叫做日本舒特拉的外号的人 就是一个外交官 他当时在东欧做一个外交官 他就是签了一个生命签证 就是给当时在东欧大的 那些犹太人 可以透过这个签证 就是日本的签证 可以走出去欧洲 就是离开这个地獄 离开那个地獄 还有一个集的名字 我可能不太记得 有三集的 以后我们会在文章上填出来 给大家看看 我可以看这些电影 都挺好的 这个七十周年 其实七十周年 应该都 中战七十周年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的 不同的 历史 刚才我讲到一堆东西 人家在日本都会出一些电影 其中有一套 会讲神风特工队 有没有是否真的写不写实 那当然以情感为主 我觉得 我都是 我想这些情感为主 那这些 但起码不会将那些历史的东西 真实的历史 将奖介石贴进 做木杂棠 我觉得真是匪夷所思 有时候 我不是全部中国人 有部份中国人做的东西 真是令到你 大家会想完的就是 你当别人盲 我想不明白 所以有时候历史 就是民间做 我说民间做 有时候局势上 每一个政府都会令到 令到一个历史事件 有时候历史就是一个 是一个胜利者写的记录 有时候民间 特别有些有风骨的大学 或者教授 有时候真的希望将历史 真实一面保存 那 讲了 都差不多十分钟了 那我们讲回今天的正题 那我们讲回这个 诺曼帝这个登录 那我计算一条数 我早前开始讲 我打算是接着六月讲 然后就着时间慢慢讲 但我每集只有半个小时 因为这些都说不及 只有半个小时 我都说不及 那么多都说得了 那现在就开始都是 只是想讲洛曼帝 我刚刚才讲了一堆东西 有水陆坦克 有空降兵 还有人造码头 那一堆东西 那现在就上两集 讲完这个空降兵 那今集开始讲摊头登陆 那这个摊头登陆战 就是 诺曼帝叫做最正正式式的一个 最重大的市场 分别包括有五大摊头 那我计算 上一次我都有讲到 会不会跟着 那些空降兵 讲完说 上次一开始讲英国的散兵 现在讲美国的散兵 那看下去 不如讲 由最初登陆那段时间讲先 那我开始就会讲这个 尤他摊头 那 那讲到尤他摊头的时候呢 那我先去一张相 那我可以去一张相 那其实分这个大概 二百多三百万的盟均 那就开始在英国南部的港口 大概前前有加上有下 这张图其实都是某部分 那下去落万第一次 其实就是 英国南部的海口大概有十五个港口 那集结 到处 那加上去 那大家如果有看波 那你就知道 那就是朴世茅夫 那旁边其实有一边就是 修延顿来的 那其实这都是南部的港口 那就有十五个 其实不止南部 那旁边上过少少 其实都有些地方 那就有不同的地方下来 那开始就 有十五个港口下去了 那本身原定是 就是六月三号就开始看行 就过这个罗曼帝 那其实六月三号看行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这大东西看上去好像很近 但是有时使得过来 六月三号看行 加上时间 计算好那条数 其实都要六月五号 那就是当然在海中心里面 其实都要整二十四天 大家想想 那时候是在打风暴 就是虽然登陆的时候 由艾森蒙他身边 艾森蒙威尔的身边 有个气象教授 上次说的那个史达格 就说有十二个小时好天 那登陆的时候有十二个小时好天 有一天的时间 最少有一个时间 即是六月四至五日 有一天的时间 就在海里面 即使是海军 即使是海军 即使 那方面大陆大部分 很多都是陆军 都打到你呆 大佬 其实很多士兵都是 嘔吐大雀 其实在海岸上 因为始终 即使是十二个小时好天 但其实在海岸上 海岸上有很多风浪 其实对于他们的影响都很大 那他六月三日看行 到计划就是六月五日 正式登陆的 但因为 那个天理的问题 那史达格都计过那条数 其实六月六日有十二个小时好天 那推迟了一天 那大概 那其实就是推迟了一天之后 正式开始计数 就会在六月六日 由他们看行之后 开始计算到那条数 就在六月六日登陆 那他们准备 就准备好了 就在六月四日 晚上的十点钟就开始看行 那我上次说 空降兵 空降兵 全部就在六月五日 即是他们看行之后一天 空降兵就坐飞机 在六月五日的夜晚 即是踏入六月六日的凌晨的时候 就飞了过去 首先准备好了 清了后面那些 德军的堡垒的跑台 即是起码抢到道路 和炸了一些桥先 那就拿到这些地方 那六月二十四日的十点出发 慢慢就在一天的时间 就这样看行过去这个 这个洛曼帝地区 那其实他 首批那里 首批的登陆的 即是这里有五 上五个摊头的士兵 其实有十七万人 这是第一批 那当然整成二百多万 即是 盟均登陆日 当然登陆了之后 就有不同的数字 都有提到 大概其实都是 人数来说 二百多三百万之间 那第一批登陆的 有十七万人 这十七万人里面 就慢慢过来一个 大家这里有个集结区 首先有不同 十五港口来到集结区 然后分五个编队 一直过这个罗曼帝 那 其实在期间 这一带的英吉利可希腊 有成六千艘 六千艘 不同 即是大大小小 不同的军艦 都已经集结了 在整个海面上 当然十五岛 首先来到这个集结区 来到这个集结区 就过去 由五条巷到过来 那其实为何又特意 有透过五条巷到过去呢 但原来就是这五条巷 已经是 事先已经是 之前派过那些 那些编队 有些编队过来 是清除了当时海岸上面的 即是水雷 和那些 其实应该都是水雷 水上面 清除了上面的水雷 最少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 要确定 这五条线上面 这个派过去的时候 就就OK 就好 那就是 在这个过去途中 那就是 民君再次 我上次有一个图给大家看 我都说到一个制控区 即是要在一个洛曼帝地区里面 有 有 画了一个半圈的圈 就到时 因到整个 这个 就是这个 有一个 这个半圈的圈里面 基本上沒有外來的德軍很迅速地來到洛曼帝的支援 到五隊編隊開始航行過去洛曼帝的時候 派了95架空炸機幾百架戰鬥機 博護著五航圖的編隊過去做護航 當然在過去這些不同護航的東西是幫到手的 即是光炸機和戰鬥機的護航 但其實大家都會想到一件事 德軍也應該會有艦隊吧 即使德軍沒有艦隊 有戰鬥機也有偵察 埋岸一定有駐守的德軍 但是為什麼德軍在海上不會有巡邏部隊 也沒有飛機呢 其實是很基於他們這個氣象小組的問題 因為我上次也說過史達格他計算了數量數 因為盟軍即是英國人 他們其實在格陵蘭附近 即是在英國和歐陸 歐洲大陸上面 在格陵蘭的島附近 其實他們有氣象站的 是盟軍才有氣象站 德軍也沒有 他們預計到 就算了一條數就是 6月6日那十二個小時會有好天 德軍是沒有的 所以德軍沒有之下 令到其實除了德軍 令到德軍那個判斷有問題之外 他們做了 叫做不是做了一件事 叫做沒有做到一件事 就是沒有令到他們 甚至他們沒有派巡航艦隊 在這個英吉利海進行航行 我也不明白 即使你大風大浪 你怎麽都會有些人派過去 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 人家就是大風大浪那時的過來 即使是 我覺得有時候這些東西 在24小時 每天都有一個艦隊在外面 這一點我覺得德軍其實是不夠嚴謹的 因為就著這個天氣的問題 取消了這個飛機和艦隊的巡航 那就是這天了 6月5日這一天 6月5日至6月6日之間 令到他自己損失了這個 非常非常之嚴重的戰機 即是不是戰鬥機 即是那個時機 你損失了這個時機 但令到別人有把握到這個時機 就可以在這個海面突擊過來羅曼帝 那當然了 因為在全無察覺之下 歷到隆美爾都覺得 盟軍都未會登陸著 就算登陸在加萊地區那一帶 我們都有重要的部署 隆美爾我講過很多次 就回了家 回了家 就跟他老婆慶祝生日 那到正式 就在6月6日凌晨 就是在距離 6月6日凌晨大概 登陸前四個小時 就開始有一個 有一個登陸 每個編隊的登陸都開始 就開始要下船去換城 那換城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大概距離一個 距離浪漫帝的岸上 十一海里的地方 十一海里 這張圖我不知道 不知道在哪裏 十一海里的地方做什麽呢 就是有所有登陸的士兵 當時計算起來 我可以看第二張圖 又是上次的圖 這張才對 就是這張圖了 每一個編隊都有 首先第一陣過去的士兵 第一陣的士兵過去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登陸艇 第一陣在哪裏呢 就是距離這個 羅馬大海岸 第十一海里的地方 由一個藍艇 就是載著士兵的藍艇 下去這個登陸艇 登陸艇大家都 大家都有印象見過了 登陸艇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這些樣子 剛才這兩張照片 左下角那裏 那些軍人坐著的登陸艇 其實邊那裏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艇 大家如果回去看羅萬帝 羅萬帝雷霆救兵那套戲 他們一打開那個登陸艇 其實他們坐的登陸艇 就是這些來的 這裏有塊 佔署指著有塊板 其實就是坐著這些登陸艇 下去登陸 之前有些案上 還有些藍者去支援他們 其實旁邊的就是登陸的艇 他們慢慢下去登陸艇 由一個藍上面 下去登陸艇 但是凌晨 大概凌晨六 凌晨兩點多 登陸前四個小時 就坐上登陸艇 上登陸艇之後 就開始編排 因為始終他們要有陣勢過去 和浪的問題 每個登陸艇都編成一隊隊 然後衝過去這個灘頭 當然是形成了一個 有個名字 其實就是給了個名字出來 編制好 一條線過 變成一個藍波 然後慢慢衝上去這個灘頭上面 算時間 每個潮值 五個灘頭登陸的人 時間的編隊都不同 最早登陸 最早就是猶他灘 猶他灘 猶他灘這裡上去 六點半的時間 其實在六點半開始 登陸的時候 其實盟軍都可以準備好 剛才我們說 除了在護航的藍隻之外 正式要攻擊一個岸上的地方的時候 就開始出動了不同 梯隊的轟炸機 繼續炸這個德軍岸上面的通訊系統 其實前後夾擊作用 當然散兵八十二空降仙下來了 八十二空降仙和一零一空降仙 下來了猶他灘一帶 那就是一個前後夾擊 他們在後面供他們堡壘 以及拿他們的橋樑炸橋樑 通道 就是道路都拿了去 前面那一陣 對著炮台這一陣 就要出動千多架的轟炸機 去炸這些炮台的地方 還有之前可以偵察到 找到回來的德軍指揮部的中心 還有就是交通通訊樞樑的地方 在這地方加起來 只是猶他灘一帶附近 就丟了整個 猶他灘一帶都丟了幾百磅的炸彈 其他不同的地方 這一站不同的地方 剛才我講到千多架 其實五個灘頭加上千多架 丟了幾千噸炸彈下去 令到每個第一陣之後 輪到開始再出第二陣 第二陣其實就沒有那麼 火力沒有那麼重 但是也是 因為已經 為什麼沒有那麼重呢 其實第二陣有一段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 為什麼沒有那麼重 還有應該找個地方安全 叫做安全一點 因為其實已經有士兵上了灘頭 所以下輪的轟炸機就會少一點 反而就是會有一個戰鬥機 低空用子彈掃在他們前面 就是幫登陸的士兵做煙滬 前後兩次 盟光明已經出動了近三千架的飛機 就在這一帶那裡 現在占主整著這一帶那裡 出動了三千架飛機去掃擋 掃擋了幾千斤的炸彈 然後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低飛的飛機慢慢掃擋他們 那其實 開始就要正式講到猶他灘 猶他灘呢 上一次我們也有講到那段地段 我們有一張照片 開始講到101空降師的時候 其實猶他灘的地段也有這一段 這段地段就是 這裏 這裏有炸猶他灘 這裏有猶他灘的位置 這裏帶的地段其實就是 紅色圓圈點其實就是 德軍這些防守的地方 這裏帶的地段其實有 不同的沙灘和沙口組成 那其實德軍其實在這個 前面最開端的時候 其實有些沙波的地方 那德軍在這裏長 整整幾千米的灘頭上面 就做了不同的 一些障礙 我們之前也講過很多的 捷克刺衛 那些不同的障礙 還有一些反坦克的裝備 那這裏就 慢慢上來 還有一些沙丘 上了沙丘就是這些紅色的原點 這些就是什麽呢 這些就是混凝土堡壘 其實這些就是雕堡的地方 或者是雕堡 或者是炮兵田那裏 德軍其實就是在這裏地方裏面 特別是這個尤沙灘頭 近這個灘頭裏面 就放了28個炮兵連在這裏 那其中有 其中有 一百 大概有一百一十門的火炮 全部凍在這裏 那大多數都是二百一十毫米的火炮來的 那到正式登陸下來的時候 就是美軍的 美軍 第七軍的第四師 那第四師就由 那 坐著這個登陸艇 形成這個登陸波 一路地衝上來這個尤沙灘頭 那其實是有少少 有少少特別的 那我一會兒再說他發生什麽事 那但是要先說一下這個 第七軍第四師是怎樣 這個師長其實是有些特別的 這個師長其實就是羅斯福的兒子來的 是的 羅斯福就是美國總統的兒子來的 那其實他叫什麽名字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Elia Roosevelt 他就是羅斯福其中一個兒子來的 Elia Roosevelt 那其實他就是 當其時 當其時其實就是一個 已經去到上教的位來的 就是做了師長 以前自己抓的時候 他就去到 晉升到準將去 由這個準將叫做 做到準將那個位 那當其時他就是 第四師的師長 那就開始上這個灘頭 那其實有些少少不同的 因爲發生什麽事呢 就是其實上油灘灘上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當時都是很大風浪 那登陸艇上到這個灘頭的時候 其實那個地方原來是有少少偏差 是有些不同的 那其實他們有二十四 第一陣上去灘頭的 有二十四架 即是二十四架這個登陸艇 形成了一處很漂亮的一條線 這樣蓋上去這個岸灘那裏 那當其時還有些坦克的 那這什麽坦克呢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這個游水坦克 就是這個 那當然你因爲要有這站 那坦克上去前面幫手 那其實因爲 因爲當時計劃 下坦克下水的時候都遲了 但是最後都叫到他們 在大概送這坦克的燈 坦克登陸艇就去到這個海 駛到一海里的地方 才放坦克上來 那連同那些士兵一起上去 但當時發生什麽事呢 就原來因爲 岸上面的風浪太大問題 結果呢 第四師大部份的兵力 全部就沒有按照在原定 原先是定了一個叫做 登陸的灘頭一個地方上去 那當然因爲一個灘頭裏面 其實都一個灘頭裏面 都叫做好大廈 一個灘頭裏面 一條數以千幾公里 不是千幾公里 千米以上 都成公里長的一個地段 那他們在一個地方上岸 原來那個地方上岸那裏 那些兵上來跟小羅斯福說 就說我們去到另一個地方 那來到一個第二灘頭 跟我們指定 即是他們剛剛準備賣岸的時候 覺得原來已經偏離了 但是原來他們原定設定的地方 德軍那個兵力更厲害 有兩個團 還有幾個炮兵連 但是他們正式真實登陸那個地方 即是被大風吹到那個地方 原來只有一個德軍的連 小羅斯福將軍 現在上教 小羅斯福當時立刻決半段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登陸 不需要回到我們原本的地方 結果一直這樣衝上去 德軍其實完全是壓制不到 當時上岸的美軍 第一批上岸上面的美軍 有兩萬多人 慢慢上去 其他物資登陸都來到 基於德軍的防守這麼薄弱 結果最後 整個第四師 只死了197人 我見過有些資料說 死了100人都不夠 但我估計就不可能這麼少 即是死傷過百都不奇怪 我看這段資料 死了197人 我覺得這段資料比較上 合理一點 不要說真實一點 最後 基於風大浪大 就把他們的編隊 吹歪一點 就是這麼巧 吹上了一個 兵力最薄弱的德軍這個地方 令到這個 在五個攤頭來講 基本上是損失最少 也是最輕易上岸 也是很快的 可以跟陸地上的第82 和101空降師去過上雨 這個美軍第七軍的第四師 真是相當好上岸 我們回到我的樣子 尤他灘這個 其實都是最輕鬆的 講完尤他灘 我下一集就開始講 這個最慘烈的奧馬哈灘 奧馬哈灘 奧馬哈灘 是地形之外 還有手關的問題 令到這個地方非常慘烈 我下一集就要講奧馬哈灘 因為近日我剛才都講到 開始的時候講到不同的東西 有時候日本 或者是七十周年有不同的東西 我開了一個 在facebook 我剛才講的 我開了一個page 叫大戰的 大家可以like like 這樣說 我每天都會post 一些關於七十周年中戰不同的資料 就這樣大家可以去facebook 打大戰兩個資料 看到了 封面相機就是三巨頭 羅斯福 丘吉爾 和史達林 這張照片 就是一個 泰克車 就這樣大戰 大家可以like一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到時候就講 下一個灘頭 奧馬哈灘 拜拜